《灭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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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还有看到有几个词 叫灭谈 《灭谈》 但还有一个词 灭渡 我这个词没太明白 我灭渡 消灭的灭 灭渡 灭渡主要是说 灭渡主要是说灭别人 不是说自己的 但是《灭谈》 其实《灭谈》主要是 有时候说人道灭渡的话 基本上六道啊 什么都包海在念 都是说福渡仲生这一块才说灭渡 但是基本上这些也没什么 灭渡的话它就是说 让他成道 灭渡成佛 这是偏重于这样讲 灭渡他 灭渡你是什么 你有烦恼习气吗 你认为你是个重生 我把你这个灭消了 让你回归到本源吗 灭了你这些烦恼习气 灭了你这些 本来就没有的这些 这些无名啊 这些本身也没有无名 我灭渡后 我灭渡后 我灭渡后啊 那有些经典是翻译的问题了 翻译了 译文的 那基本上都是说成道 但是缘济有时候不一定成道 就有些和尚说缘济了也不一定说他就成道 但是涅槃跟灭渡肯定是成道 涅槃肯定是出轮回解脱了 如果我的感觉 因为走来的话 我觉得你不加油 你不加油的思想好 因为好像王阳明他讲的就是自良知 如果是你按照自己的良心 按照自己的良知 如果是真的会这样去做的话 就理解到自己的话 这样的话这个人会起码很光明 很安心 就是这样呢 去做生命有一个目标 所以有一个信条 就是有一个我对得起良心就行了 就像这样呢 你做事就简单了 适合你的这个什么木性性格 还是什么 就要省得考虑那么麻烦 不考虑了 我对良心就行了 就简单 简单 反正我得罪你不是因为我怎么样说的 我只是说我对得起良心 我那一刻没乱想 没有恨你 我只是说话直 对良心 这是你自我安慰的一个 你觉得很受用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全世界人 大部分人都不爱自己的良心出牌的话 你一个人爱良心出牌 一两个人爱良心出牌 你真的会气死了 因为你要对得起良心 你说话做事是爱良心 人家在戏弄你 人家在玩就像猫玩老鼠一样 人家是不爱良心出牌 人家没有良心 我告诉你 人家看看你这个良心 自己盲钱 人家是说钱的 说利益的 利益是地位的 良心是后面的 真的是 前几十年 你喂狗都不吃的 就是说如果是你生活在这样一个 朋友圈或者是什么 你这个良心我不知道能保留多久 就是说你能够不受到伤害能有多久 所以始终是佛的职劫才能修忍辱 如果在人道以前要修忍辱行的话 就是三龙体空的忍辱 没有这个职劫你真的是会牺牲掉的 就是金刚经里面 忍着我忍受你这句话 或者我空你忍辱这件事也空 就没有可空的没有可忍的东西 最后要目录这一点 我说你一定会忍无可忍的 一定会受伤痕理理忍无可忍 没有佛的空性证件你忍不下去 始终佛学的空性证件是真正的 我空良心也空 但是你要加良心 那是基础 那是基础 为什么每次说佛佛都说善男子善女人 善男子善女人 这是基础 这都不用说的 你连良心都没有还学什么佛呢 没良心的人不要学 很难成刀 先把良心拿回来 然后去学佛 最起码是个君子嘛 我觉得儒家文化的君子之行啊 仁义理这些 这是最起码的一个 新菩萨道的一个基础了 因为佛学台空性就不台这些 不太讲撇嘴善巴 但是要自尽其义 是诸佛教嘛 那最起码是善男子善女人嘛 是不是 当然说你说很邪恶 说放下图道立地成佛 佛也不会拒绝你 你杀人无数没问题 你这一刻放下图道 还是可以成佛的 因为每个人本质就是佛嘛 但这个人他放图道那一刻 也是良心来了嘛 他不知道怎么能把图道放下 也是把良心拿回来放到这了嘛 是不是良心回来 善良回来了 他才把图道框到掉了嘛 放下了杀心跟杀孽啊 不是放下那个刀啊 是不是 良心回来了 杀心消失了 杀孽消失了 或者是慈悲心回来了 杀心消失了 所以他成佛了 慈悲心回来 心就是佛嘛 慈悲心回来 他有菩萨的基础了嘛 他如果这个人杀人如麻 杀人如割草的时候 他刹那之间能进入空性 慈悲的空性 佛的慈悲的智慧 这两个是佛的守心守备 已经成道了 但是能这样走到底的人太少了 七十亿人口 我说一个也没有很少 一个杀人如麻的 杀人就像割草的人 然后最终还能解回良心来 放下图道立地成佛的 我觉得这个人就太 这个人根气本身也不错 这个太难了 就没有 没等你杀到杀人如麻的时候 就被人干掉了 被人抓住了 力量太多嘛 你怎么能走下去呢 而且你 杀的杀的真的是邪恶了 你怎么能放下 良心回不来了 很难回来的 杀的都不知道自己是啥了 就是邪恶了 他怎么能回来呢 他很难回来 所以他放下刀 只不过是把刀展示放在他 他心里面改变不了 他不行 放下图道立地成佛 指的是心性上的东西 当这个人放下头 真的是悔改了 一定也悔改啊 就是刹那之间 觉得自己太饿了 就一下子对那个饿放下了 把饿放下了 把那些东西放下了 觉得怎么会 真的是提无关的 他不重要 时不得了 他不能再丢口 去元族 回头 回头 到处地方 回到干部 去 回头 回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